新新聞現場來帶您關心到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其實今天是因為受到冷空氣東北季風減弱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今天各地的降雨 尤其是這個迎風面的地方 降雨都是失緩的 不過可別高興的太早 因為到明天東北季風又要增強了 這水氣增加之下迎風面的東北部 也都要來注意降雨 出門都要記得攜帶雨具 不過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今天是有好天氣的 所以各地氣溫可以感受到都是明顯回升 尤其是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一定會特別的感覺到了 因為北部的高溫是可以來到26 27度 而中南部的地方高溫也可以來到30度 可以說是相當的溫暖 可能還會覺得真的是滿熱的要穿短袖了 而今天水氣也減少了 只剩下桃園以北跟東北岸部 會有零星的降雨 最後寄上小叮叮來提醒您 把握假日出門走走一定要記得注意 東北季風減弱 各地氣溫回升注意防曬 而水氣減少之下 北部東北部地區的民眾 也終於可以迎來好天氣